2010年9月,江苏淮安的一家医院里,一名满脸怒涩的男子穿过嘻嘻嚷嚷的人群,直奔妇产科医生值班师,他叫陆长征,今年32岁,本来与妻子过着平淡而充实的小日子,但就在前几天,妻子却在这家医院做流产手术时,莫名其妙地去世了,最让他生气的是,这个消息还是妻子的叔叔通知他的。 他既不知道妻子怀孕,也不知道妻子去做手术,更不知道妻子为什么会因为一个简单的流产手术而死亡,这次他就是来找医院要个说法,他猛地推开医生办公室的门,看着里面正在办公的几名医生,大声叫道,我是刘兄的老公,我老婆死在你们这了,今天必须给我给说法,谁知医生们的反应却与他想的大不一样,他们没有慌张,没有心虚,甚至没有一点紧张, 反而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,过了有一小会,才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医生开口,却是个疑问句,你也是刘兄的老公,这句话让陆长征愣了一下,随即更加生气,你什么意思? 什么叫也是,我本来就是他老公。眼看陆长征情绪激动,妇产科也不敢怠慢。 于是立刻将这里的情况上报给了医院机关,等到双方一交流,竟然引出了一个真假丈夫的奇闻,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意识。 陆长征与妻子在县里面开了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维持生活,两人共有两个女儿,在外人看来自然是美满的一家。 陆长征自己也认为,结婚后的这些年来,与妻子感情不错,但一年多,却逐渐开始爆发矛盾,直到两个多月前的七月七日,夫妻俩大吵一架后,妻子离家出走,当天晚上,妻子没有回家。 陆长征打电话也没接,不过他并不担心,因为这已经不是妻子第一次离家出走了。 果然,第二天,岳父大人就打了电话,问他夫妻俩是不是又吵架了,说刘兄昨晚回了娘家,直到现在还闷闷不乐,陆长征姐试了一下,随后又给妻子打了电话,想劝他回家,谁知妻子还是不接,陆长征没办法。 虽然与妻子娘家离得近,但他知道,现在还在气头上的妻子,只要不愿意接他电话,就肯定不会跟他回家。 一开始,陆长征还想靠时间来让妻子平复,谁知这一等就是两个月。 这期间,陆长征也多次拨打妻子电话,但不是关机,就是没人接,竟然根本联系不上,直到九月初,刘兄才主动给陆长征打了一个电话,说自己决定出去打工,陆长征这下有点慌了,维修店开得好好的,怎么突然决定出去,不过还没等陆长征劝说的话出口。 妻子直接挂断了电话,再拨过去,就打不通了,在之后的两个星期里,妻子就仿佛消失了一样,直到娘家人找上门来。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,陆长征正在店里忙活着修摩托车,外面一个人在店门口叫他,长征。 刘兄走了,你知道了吗? 陆长征抬起头,见是妻子刘兄的叔叔,于是回答道,他之前是说要出去打工,我没同意。 谁知刘兄的叔叔叹口气,说道,哎,不是出去了,是走了。 已经送到殡仪馆了,这句话仿佛当头一棒,让陆长征一下子懵了。 他猛然站起来,感觉一阵眩运,手中的工具也掉在地上,随后急声连问,怎么死的,在哪死的,啥时候的事啊? 结果那个叔叔却是一问三不知,就只是来告诉他这个消息。 见此,陆长征心中还抱有一丝希望,也顾不上换下工作服,急忙骑上自己的摩托车,赶往殡仪馆。 不过等到了殡仪馆后,事实残酷地摆到了他面前,妻子的父母和一些亲戚都在,而妻子的遗体则静静地躺在那里。 当时陆长征与妻子的娘家人关系已经很僵,双方没有任何交流,但他看到妻子脸上竟然有些淤青。 在联系到妻子死得这么突然,心中不禁有了一个猜测,妻子是不是被人谋害了,于是他当天就到派出所报了警,谁知警方的调查结果出得很快,刘兄的死亡是发生在淮南市某医院的一次手术意外。 于是,这才出现了得到消息后的陆长征,前往该医院,想找医生们要个说法,结果发现在妻子住院期间,竟然出现了另一个老公,而且也叫陆长征。 得知这个消息的陆长征第一反应,自然是不信,自己明明已经两个多月没有见过妻子,连他怀孕的事都不知道。 怎么可能陪着他住院,而医院相关负责人得知这一情况后,也耐心地给陆长征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,2010年9月10日,刘兄在一名男子的陪同下来到这家医院,而且直接找到妇产科医生,要求做流产手术,这并不是什么大手术。 因此,在做完术前相关检查后,科室很快就给刘兄安排上了手术,而且一直到手术结束都没出什么问题。 谁知,就是在术后观察时,刘兄突然出现呛咳,随后就是血氧饱和度下降,而且症状进展非常快,虽然医生立刻开始了处置。 但刘兄还是陆续出现了呼吸衰竭以及其他脏气功能衰竭,而这种情况,这家医院就没有把握进行抢救了,于是向陪同刘兄来医院的家属建议,需要用救护车转院进行进一步治疗。 根据医生描述,从那名男子陪刘兄到医院后,就一直是以老公的身份出现。 言谈举止都没什么异常,而且手术知情同意书上也有他的签字,医生提出转院建议后,那男人也以家属的身份同意了。 随即,刘兄被转至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,而且直接住进了ICU。 然而,由于刘兄病情过重,包括心脏在内的多器官功能衰竭,经过13天的抢救后,于2010年9月23日,在医院不幸去世,在医院做手术后抢救无效死亡,刘兄的家人自然要弄清楚原因。 而医院也请了多位专家进行会诊,但得不出最终结论,随后,刘兄做手术的医院给出了一个建议。 希望能对刘兄的遗体进行医学解剖,做一个医疗事故鉴定,但刘兄的父母以及舅舅等人都坚决不同意。 确实,对老人来说,如果女儿的遗体都不能完整火化,是一件完全无法接受的事。 于是,经过医院与家属善谈,最终医院赔付给了刘兄家人55万元,而且已经亲自领走。 据医院蔡院长叙述,为了彻底解决这场医疗纠纷,在赔付完55万元之后,医院要求刘兄的所有直系亲属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,其中除了刘兄的父母外,就包括他的丈夫陆长征。 陆长征听到这里,立刻反应激动,他连妻子的死亡都不知道,这家医院也是刚来,怎么可能在所谓的协议书上签字,而且那55万赔偿款,他是一分钱都没见到。 除此之外,他又提出了一个要求,要看一看妻子刘兄的病例,但这一要求被医院的法务人员拒绝,称没有本人同意,即使他是死者的丈夫,也无法查看患者病例,最多只能再出具一份死亡证明。 这让陆长征又有了一个新的猜测,有人冒充他的身份骗走了医院的赔偿金,因此出了医院后。 陆长征不仅再次报警,还联系了记者,但实际上有两个疑点却是他自己不得不面对的,陪妻子在医院的那个丈夫究竟是谁, 而为什么岳父母会和那个假冒他的男人一起在赔偿协议书上签字,收到陆长征爆料的记者很快对他进行了采访, 然后又根据其提供的地址到刘兄家中对他的父母进行采访,此时离刘兄去世还不到一个月, 两位老人依然沉浸在老年丧女的悲痛之中,得知记者是因为陆长征的爆料而来后, 刘兄的母亲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,陆长征就是个变态。 对我家女儿太坏太坏了,随即在记者的追问下, 刘兄父母说出了此事的另一个版本,原来陆长征和刘兄夫妻俩在一开始确实有过一段关系亲密的日子, 而且开的摩托车维修店生意也不错,不然也不会生下两个女儿, 不过在刘兄的父母看来。 陆长征对刘兄并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,刘兄一直负责那家摩托车维修店的采购, 经常需要在外奔波抛头露面, 而正是因为刘兄要在外面与其他人打交道, 夫妻之间也渐渐产生了矛盾,陆长征怀疑刘兄有了外遇, 对于这个说法,刘兄的父母是断然否定的, 但陆长征却有自己的推断, 他好几次看到妻子与一个男人待在一起, 原来,最近一两年,刘兄也经常以办事或进货的原因到市区去, 但往往待个一天半天才回来,或却没有带回来。 这让陆长征渐渐起了疑心, 终于有一次刘兄又说要去市区办事时, 陆长征悄悄跟了上去, 结果发现妻子最后和一个男人上了一辆车, 这让陆长征大为生气, 在刘兄回来之后对他冷嘲热讽, 最后虽然没有什么实质证据, 但还是要求他不能再与那个男人联系, 除此之外, 刘兄在生活中还有更多的蛛丝马迹让陆长征怀疑, 特别是陆长征的父母告诉他, 刘兄在家接打电话时都会专门躲着他们俩, 而最大的冲突就爆发在7月7日那天, 他们一家人正在家中吃饭, 刘兄手机响了, 他看了一眼后就带着手机去了厕所, 一直到半个小时后才出来, 早就有疑心的陆长征强硬要求妻子将手机交给他检查, 最后还直接动手从妻子手中抢来了手机, 结果这一看, 刚好看到有个男人发了消息, 内容都是在说陆长征的坏话, 夫妻二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, 刘兄直接回了娘家, 两人再也没见过面, 直到天人两格面对记者的询问, 刘兄父母也进行了解释, 其实刘兄根本不是因为外面有人被发现才回了娘家, 而是陆长征一家都在欺负他, 原来在每次夫妻争吵时, 陆长征的父母都会介入, 而那一次, 陆长征的母亲更是激动地将刘兄的衣服都拿出来烧掉了, 刘兄无法忍受, 这才回了娘家, 其实住在家中的日子里, 刘兄的父亲也劝过他, 说一直住在娘家也不是办法, 更何况还有两个女儿在, 难道就一直不管了吗? 后来, 刘兄就联系陆长征告诉他自己要出去打工, 而眼见妻子没有回心转意, 陆长征则更加直接, 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, 向法院提出了离婚, 做父母的, 当然不希望女儿婚姻破裂, 但也不愿意看到女儿生活在痛苦之中, 于是建议女儿找律师与陆长征协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, 这期间, 刘兄也经常出去, 而9月10日这天, 刘兄就是告诉父母自己出门要去见律师, 谁知道, 两位老人最后在家中却等到了女儿住进ICU的消息, 到这里, 记者也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, 那个假冒丈夫一直在医院陪着刘兄, 最后还和他们一起领取了赔偿金的男人, 究竟是谁, 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, 刘兄的父母显得很激动, 连声说道, 根本就没有这个男人, 可能是我家的亲戚太多, 医生记错了, 随即记者提出了疑问, 在赔偿协议书上, 是有陆长征签字的, 很显然这是别人冒充的, 对此, 刘兄的父亲只得承认, 这个字是他签的, 那55万元的赔偿款也是他拿的, 而且, 刘兄的父亲还主动说, 在女儿住院期间, 他们其实也多次拨打陆长征的电话, 结果一直打不通, 后来才知道他换号了, 因此才知道女儿死亡后, 让人到店里通知他, 这种说法显然不能让陆长征信服, 且不说他本来就有两个手机号, 家中还有坐机, 就算打不通, 两家离的也不远, 妻子在医院十几天, 怎么不能当面通知他呢? 而且, 陆长征还提出了一个更无法反驳的问题, 刘兄在医院做手术时, 科室给出的诊断是, 早孕六周, 对此, 陆长征十分生气, 从七月初开始, 他与刘兄已经两个多月没见面了, 现在, 刘兄早孕六个星期, 不是有别的男人是什么, 而且肯定就是陪他去医院的那个男人, 而刘兄的父亲却断然否定, 也十分激动地对记者说道, 不是他的还能是谁的, 你让他说个人出来, 对此, 陆长征确实找不到确凿的证据, 他很无奈地对记者说, 这种情况就是死无对证嘛, 而派出所对他的报案, 也给出了答复, 无法立案, 因为所有的赔偿款都被刘兄的父亲领走, 并不存在欺诈, 就此, 一宗由真假丈夫引起的离奇纠纷, 也进入了最关键的核心问题, 陆长征要求这55万的赔偿款, 应该有他的一部分, 这件事当时在媒体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, 而中央电视台的近日说法栏目, 也专门请法律专家对此案件进行了分析, 从法律角度来讲, 刘兄的父亲没有权利代替陆长征签字, 而且陆长征也毫无疑问地拥有妻子刘兄赔偿款的继承权, 在整个事件中围绕刘兄55万元赔偿款, 共有五名低级成人, 分别是刘兄的父母、 丈夫以及他两个女儿, 而在这份赔偿款作为遗产进行分配时, 还要考虑到刘兄年迈的父母以及幼小的女儿, 都属于没有稳定收入的弱势群体, 要进行一定清泄, 其实事情到这里, 按照法律已经不难解决了, 无论陪刘兄到医院的那个男人是什么身份, 都无法改变他已经死亡的事实, 在这件事中受到伤害最大的, 其实既不是陆长征, 也不是刘兄的父母, 而是他留下的两个女儿, 在未来漫长的人生中, 他们失去了母爱的关怀, 这是多少钱都无法弥补的损失, 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, 这起案件的后续没有进行过多披露, 我们只能希望陆长征与自己的岳父母达成了和解, 能够好好生活, 也能给两个无辜的孩子, 一个更好的成长条件, 点个订阅不迷路, 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一生, 是